陳吉祥 我們鎮咖 你年紀大的時候 鎮咖你覺得大過 鎮咖有啊 我...我們... 鎮咖就是館廟的鎮咖 鎮咖有鎮咖沒有 鎮咖跟鎮咖是不一樣 對...所以我說鎮咖有鎮咖 鎮咖有鎮咖有鎮咖 鎮咖沒有鎮咖 鎮咖...鎮咖 鎮咖...鎮咖 鎮咖有鎮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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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咖有鎮咖有鎮咖 鎮咖有鎮咖 鎮咖有鎮咖有鎮咖 鎮咖有鎮咖 鎮咖有鎮咖有鎮咖 鎮咖有鎮咖 鎮咖有鎮咖有鎮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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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要給你搭訪 跟議員作為當課 我現在要跟他說 是說登國的時候 的時間就要到了 不是跟科技說 蚊子跟蚊子怎麼分辨 這時候 去年都死那麼多人 就要 心裡要有一個 要警惕一下 要跟議員說明 我們今年 一堆年的這個情形 我們也知道 整個環境的變化 這麼大所以已經把 過去流行邊頂管的 這種週期已經改本 所以我們今年提早 我們也對所有 區公所 所有的客長 包括理長的部分 我們都全分讓他們去理解 這個登國樂 天高樂的部分的生態 要來做風低 他 他的生態是怎樣 所有人都請我們來理解 我要你回答 你再回答 好不好 今天不是說 你沒有做工作 不是沒有把這些 國區的這些 區長 還是說這些公務員 不跟他們說 不是這樣 我說 我們要提早 你現在 防止這個 這個 這個 發生 你是要全面來 撲殺 不能再放在 像去年 我說一個政府 像沒有政府的 狀況 我實在很難 我們要重心 必心 這個登國樂 還要拿起來 打擊在我們台南市 是非常地大 希望說 你這就要 這也不是說 你一個單位 你就包括 環保局 還是衛生局 你們要 我說你們 你們就要去建議 一個 一個基礎嘛 對不對 不是說你走就好 但是你三個單位 三頭馬車嘛 沒有沒有沒有 市府其實對 天高樂的風低 都有完全規則 因為天高樂的風低 不是跟市府說沒問題而已 這是全民的事情 我是跟他提醒說 時間又到了 這就要學會了 另外 黑尾仔 黑尾仔 黑尾仔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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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尾仔叫小黑尾 小黑尾仔 所以黑尾仔 我看到有人 這也是俗稱 黑尾仔選擇怎麼樣 我看到有人 那些不知道 黑尾仔 我說這樣 你整個 破片當中 是 只要有說有更陰心的地方 還是說有更有其外的地方 就都叫黑尾仔 因為黑尾 黑尾客家生胎 齁 青豬 下去生化 所以我們的青豬 第一要把青豬 處理掉 所以你這時候 比較陰暗的地方 比較潮濕的地方 他容易生青豬的地方 就是黑尾仔 就有多了 我說青豬 他都是 大部分 應該是青豬 不對 但是我們 比較陰心的地方 比較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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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意思是說 我們青豬 青豬 青豬 現在普遍黑尾仔 我們很多 現在村外面有很多 不要說 關口起來 跟我們自己那時候 跟忙的時間 就丟下去 有啦 剛才我回去 回去抄地 幫我們阿公 到我們來吃的時候 都會給黑尾仔 這個小黑尾仔 這個黑尾仔 已經這麼嚴重了 你有什麼洪洞 或是說 應該要把我們八成做什麼 你不能把這八成 這樣收褲 讓這蠻仔 這蠻仔 蠻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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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建議啦 這個所謂 第一 青豬要先處理掉 第二 看他要怎麼 讓他 讓陽光照得到 這樣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部分 這樣我們可以去檢照 他這個黑尾仔 好啦 局長 我說的意思是說 你要先辦團 去八成去了解 應該要用油分 去撲殺 你就要去撲殺 是 我是要說這樣 因為我說的 這個黑尾仔 我說的 整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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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說 你要拿一個方法出來 看這個應該怎麼處理 你不是說 講講就打算 你整個 包括天高樂的 紅磁也是一樣 因為天高樂的紅磁 今年度我們加進 不只是天高樂的部分 還包括資卡病毒 好 因為都一樣 兩隻蠻仔 就是白線 跟埃及班尾 埃及班尾 都一隻蠻仔 好了 好啦 要讓大家知道 好啦 不用說到這樣 嚴重 我以前在看 大家都含你 大家都含你 大家都 身材都優勢 對 都很尊重 你辦事 有時候 要輕盈 但是 有時候 我會想不通 就對了 我可以 我會想不通 另外 我說而已 我請問 我們台南市 要噴油的噴青 有幾支 噴青 要塑油的噴青 噴青 因為噴青的部分 有分 分 息來和息外的部分 不同 另外 現在做環境 環境衛生的 上一次 我告訴你 上一次發生的時候 說三十幾支而已 啊 今年 你首先就要先準備好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聽我說 我告訴你 你要塑油的噴青 就有白噴 因為那個環境衛生的擁有 它是特殊的擁有 啊 你怎麼沒那麼多意思 你不然就頂到四 我們老人要來塑 不能叫頂到四 他只要去上課 十四點斤 就可以來塑用 啊 現在是國區區工所 都有分配配 配地 三隻五隻造油 不一樣的區域 有不一樣的配地 只要他們 我們這裡的理長位 還是理長理來的人 都可以去上課 只要上十四點斤 可以輸用 我告訴你 講的 對這個事情 沒什麼放棄 因為你去收 你去收益的人 也沒那麼多 比人家在家裡 在家裡 在家裡 還比較少人的 怎麼這樣說起來 我們要去清白 他們說是 武農藥頂管 我們來看最近 這幾年 其實 這麼多 這武農藥的時候 你要方便 你要方便 就是說 人家屬農藥 人家都 人家屬農藥 是怎麼用 人家都可以用 他要用 他就知道 要怎麼處理 沒有 也要讓議員知道 因為其實沒有農藥的時候 事實上 也有安全性的問題 所以這麼多 剛好遇到 進風來的時候 農藥 飛沖回來 那家屬農藥也沒這麼說 那有 人家都做成農藥 他看不到 好啦 我現在還要跟你說 你要全面 你不能說 要扶一下 扶一下 人家幾個去扶 沒有全面 撲山 你金錢用不夠 沒差那樣 今年苦力作單的時候 都可以 我們所有的議長都有算命 也鼓勵他們 你來推薦議員 來最可 時間也不多了 我來講一下 你就會記得 黑尾子 跟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大事 對政客來說 是非常嚴重 你就要趕緊 這不行 今年又再發聲 我是要給你 是 警告 另外 那個 那個 教長 我們平和那個 平和那個 不是 平和這個 六骨塔 做到那裡好 要出入這個 六骨塔 這個道路 會交釋到 我們兵藏資金 有那一錢 你要扁經 你要把我們 在這道路討論 這樣你想怎麼樣 我們會來民國 對方的這個 事求 背後的部分 議員在建議 我們會來看看 看到底出入的部分 旁邊兩邊 這個地主 是不是有東西 我會請 我也會做一個來看 好嗎 要用正式的 我說而已 所以我來看 你不能讓那個 清明 要去拜祭宣 這樣 大家都 看不開 這樣 不好啦 今天 論兵的 這個地主和地域 先來 先了解一下 好嗎 好 好啦 另外 有的 再給一點時間 那個飛槓 這個消息人 不完全開放 我講一分鐘 議員的 主長 我問一下 新娘到新娘 是怎樣 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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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 開放 不再說去 有錢 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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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革議員 今天 目情是 我們的路 都修理 我們 燒市民而已 不是市民的目情 如果不儘管 不可以 非法 沒有啦 人反應到 我是不知道 正應 怎麼啦 反應說 人要去燒大鐵 不敢 修理 好啦 你坐 23秒而已 這個 張機長 那個 不是 我叫他 不是 是陳機長 我告訴你 那個 那個說是 欸 啦 這個兵葬 你當時要看 你把 時間給我頂 好 我請那個 那個飛槓 讓局長說完 好 接下來 莊毅豬議員 執行十分鐘 請 好 謝謝 感謝主持人 民政局 民政局 臺南市政府的第一大局 真的業務繁重 又繁瑣 真的有相當的能耐 開當座的局長這個位 我想市長也是對局長的肯定 這邊 想要請到 臺中宁局長 我想要瞭解一下 那民政局所屬的建築物 到目前為主 那我監察院指責為文資館的 我們有被列館的 因為所屬的很多 那因為我們像37區公所 是台南市政府的派出機關 可是我們民政局是業務的督導機關 所以我們像在柳營 有一個小腳腿的活動中心 現在是唯一在被列館中的 只有一間而已 但是我們一直 他的活化的程度 我們一直在協助跟處理 是 所以目前只有一間嘛 這樣很慶幸耶 好得知 我們又快點沒有人 機會 之後其實不只是民政局 是整個市府對於所有的這個 公家台南市政府所屬的這個空間 其實我們所有的局處 大家都很努力在讓他活化 那以小腳腿這個活動中心來說 其實他是在這個連戰先生 參選這個總統的時候 參選副總統還是總統的時候 在地方所這個協助辦理的活動中心 那在合併之前 其實整個都是空 我跟妳說啦 我知道妳說得很快 妳說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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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改善的方式 跟議員說明 長話短說 拜託 這間其實我們是合併先接到 後來我們有發覺說 整棟都是空出 所以我們逐步 我們第一個我們先輔導 這個關懷據點先進去 那也先從一樓的這個使用 讓地方先去做使用 那二樓以上的空間 其實過去都是空殼 然後我們這幾年是每一年 逐步去輔導他去做改善 那包括現在 現在在做什麼使用 我們包括有社會局的這個單位也進駐 有社會局的單位 我們把空間也逐步去做改善 會讓他逐步去活化這樣子 是是 這是屬於我們民政局的建築物嗎 因為他是屬於理活動中心的部分 所以屬於民政局的嘛 所以真的很慶幸啦 如果一樓 一樓你也是有一個土山去做運用 這還是肯定我們局長的能力 沒有 謝謝 那那個 我這邊有一個案件 前幾天秘書處有來工作報告 我有特別向他請教 他這個案是屬於改字前 有一個納古塔 他當初有申請 那個籌設許可證 那後來 可能因為某一些原因 就把他廢職了 但是這個 市民他不服 他不服 他有走訴訟 那這個訴訟 聽說他也慎訴 那我前幾天有特別請教過我們秘書處處長 公文是發到哪一個單位 他是說給承辦的單位 那我這一件的訴訟案 它是屬於我們民政局的業務 那我現在想要跟局長做一個報告 因為當事人他的訴訟案是勝訴 市府不服 所以有在上訴 有上訴 他這個是高雄行政法院 99年的訴訟案 493 然後市府上訴以後 市府上訴以後 也有經過最高 5年了嘛 對吧 好 局長 對 對 也接近快5年了 5年了 但是 聽說我們過局 到現在還沒有做出 適當的一個處分 我不曉得為什麼會這樣子 一言就已經將近4、5年 這樣是不是讓我們人民的權益受損 局長 好 那我們請 請全職單位 我們請那個葉科長 為什麼會把人家這個人民的權益 給這樣一割 就割了將近已經4、5年了 局長你請坐 局長你請坐 我們請葉科長回答 為什麼會這樣子 跟專員請教 是不是這個案子是在 南山公墓在國民路旁邊的案子 這不是 那是 我不曉得 你跟我在打拆米 那沒關係 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如果說 可見 這個案還沒有到你們權責單位 不然你怎麼會不清楚 曾經有兩個案子 一個案子是在 是在關廟 一個案子是在南區 如果是這兩個案子 如果是他們勝訴的話 勝訴的話 他們必須去依據我們新辦事業計畫 許可給他之後 去申請建造 之後才可以興建 如果說他沒有這個動作的話 他沒有辦法取得 當事人他可能也不曉得 因為後續的後續的工作就 就是我很不解啦 本期真的很不解啦 你一當歌就將近四五年了 你把人民的權益放在哪裡啊 我說他勝訴的話 他可以依據他勝訴的 勝訴的判決書 他應該有收到這個 這個判決書 他後續他總是也不清楚 他就覺得勝訴了是不是 你公部門要主動 陷阱他這個案子 當初是給他廢止的 那現在他等於是敗部復活起來了 你也應該主動去跟他們關心一下 說現在後續加的勝訴啊 因為我不清楚 因為這是人民申請案子啦 如果說他勝訴之後 他就依據程序去那個申請 建造執照的申請 他取得建造執照之後 那那個科長 因為你今天在議事聽這樣講的話 我是覺得說 是不是會後 可以跟人家告知一下 你後續是不是應該要去做怎樣 不然他到現在也不知道呢 去投入很多的資金 他投入資金之前 他必須去評估 他是不是有這個能力 願不願意繼續做這個 沒關係 這個部分我是覺得 事先告知一下 做不做的事 他有事 至少是政府已經盡到我們職責了 對不對 不然人家現在不知道啊 他現在也不知道後續要去怎麼做 還放在那邊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是不是 公部門可以跟人家告知一下 你現在勝訴後續你要怎麼樣 那你的權益你要去 看你要去怎麼做 至少讓人家知道啊 不然人家現在不知道啊 他想說現在是怎樣 打贏就把他放下了 後續都沒什麼動作 我覺得這樣好像不太妥 這跟 就跟那個當事人做不說 我有文號給你了 你們回去查 我們希望不要這種事情再發生 我也知道啦 其實我們知道這個人民訴訟案 你如果打贏也是均勁 你們的標示說你們的專業 你們當初會打贏是對的 但是總是 人民現在他的 他的那個訴訟是贏的 所以可能在當初 是不是有在哪一方面有一個瑕疵 至少說贏的話 人家的權益 我們也要去控告了 對不對 柯長是不是 好 你請坐 柯長是不是他訴訟贏了 你們就自動要恢復人家的執照啦 不用再申請 這樣才合理啊 這個部分 柯長你是不是會後啦 會後去瞭解一下 局長聲音 到底 我們這樣才有辦法來做 其實那個文 應該是秘書處 法制處應該是有給你的 因為當初我在問那個蕭處長的時候 我想還是把它確認一下會比較好 對 你們會後去找那個法制處做確認 還有那個局長 在這邊有一個良心的建議 因為私下有聽到我們里長 針對那個里京城建設是三萬的事情 因為 他們希望說我們的政策 可以 讓他們事先的了解 哪一些可以去核銷 哪一些不可以核銷 今年可能是 不過那個 跟議員說明一下 議員在關心的這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 里長就 那時候出去的時候 里長就陸續跟我們做翻譯 是是是 我們因應了這個部分 就很快的又通知 我知道 我知道你們已經去改正了 因為主要是 這個坦白說 這個 因為 提計畫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其實已經行之三年左右了 所以里長已經很習慣 對 沒有錯 那我們 好 再多給他一分鐘 讓局長說完 這個 這兩年的這個實際的狀況 我們才會在今年的年初有一些檢討 那當然 檢討完給他們 其實他們已經在前年度 已經都合給 報給各區區公所 所以我們也很清楚的 所以我們很快就去做了調整了 我跟妳做建議 妳聽我說 好嗎 局長 我是在這邊做一個建議 那個里長 其實他們已經講說 我們局長有 後來有聽他們對妳的見解 對妳的建議妳也有意思 他們是說 未來 這種的進行可以 不要照顧再試改 既然宣佈了 應該審思 然後再去做一個明確的發佈 這樣他們以後 首先他們 因為一般他們都在年前 已經心中就有一個盤算了 我要做什麼 突然這些一個政策來 讓他們這樣的大轉彎 他們真的會覺得錯所不及 反而會心生怨言 這樣不然在台南市政府 這而已好意 對不對 給他們這個里精神建設 到頭來 好 給局長聲音 好 接下來是日本前議員 就算時間 十分鐘 請 謝謝主席 中那個局長 我要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那個 佛政事務所 現在我們已經合併了 阿伯 我們是改動 已經開始調校這個方向 做一個調政 做一個調政 一久年 我們有拿上 伺父的做這個調政 小組裡面去審查審議 這個 我們佛政事務所 應該這個台南市 我們自己就可以決定了 所以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 在市府裡面有一個組織 調政的小組 這個應該 也不能再經過議會 同意 到時候 做這個調政要上議會 上議會 是 這個區公所 區公所的部分是 立法院的區域發分法 行政區域會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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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的區域會分發 總之 這個法 必須要是 今年 頂半年 立法院的 心者在裡面 要通過 上萬上萬 今年 年內 如果是今年 年內 不通過 這次 要做這個 要完成 就有很大的困難 所以 現在 變數是在立法院 是 好 會知道你們都會關心這個事情 所以我再問一件 局長 我想說 過去我 你們都有在 跟你建議 還是說跟你請教 就是說我們的區 我們的立的活動中心 我們的活動中心 我們過去的時候是理辦公室的管理 還沒改的時候 那時候是 就是說原始六區 到現在的區 有各種不同的制度 但是我們頭部的時候就是說 我們的立 我們有成立一個管理委員會 是 當然 我們這個營區 探討之後 這個 我們立就要自己要負責 我們起頭的時候 就說合併之後 還沒改的進政 還是說合併進政 是這樣沒不對嘛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市政府就不用再騙這個經費 來補貼一些這些 了錢的這個活動中心 那個時候就是 不管你賺錢 了錢 就是說 你自己就要負責 雖然是說這個 自己負責來說 不過呢 我們外地中心 我們像說 有這個存錢的時候 書用比較高的時候 我們也是有這個 就是說這些錢 也不可以說 也有一個規範 不是說我立場 我可以來 要買營社會 要買來買社會 做社會 這個就有了 有一個 限制限定 應該是這樣沒不對 嗯 這個部分 因為 這有一個概念 因為 外動中心 是公有土地 是公有建造 所以在這個 使用上 我們現在的制度 其實跟進政 差不多 立場的管理款 並沒有失去 但是 是合這個 稅立跟稅率 完全透明化 我們現在原地 可能個別的 這個外動中心 他自己 這個經營 經營得不錯 所以他可能有收入 這是個別的部分 我們現在是 全區作為來處理 所以 近期來 有 這全區裡面 有五區 稅立 比稅率更多 所以這幾區呢 我們只要營餘的部分 我們都回饋回 回去 在這個國區 讓他們可以營養 國立 來使用 另外 其實議員 剛才在說的 其實原地經營 就不好的地方 友人一樣 他也是需要 支付 靠貴公有的 這個 友誠來幫他們支持 不然他也沒有辦法 營養 因為跟水電費 他就沒有辦法去支出 所以 我們現在 整個 整個制度 第一 立場的管理款 並沒有失去 並沒有失去 他一樣有他的主動性 第二 透過庫公所 的制度化的稅率和稅率 其實反而是幫助到 我們的理長 他不用再去 行動 這個金錢 頂管的 這個管理 反而可以透明化 他只要 跟我們庫公所 之間合相 合相 來這個 合作的位 其實對於你來的 這個活動的支持 是有幫助的 其實 局長你說這個 我不能認同 因為 因為這樣 你就是不相信理長 你現在你說的 局長思音 這個活動中心是公有的土地 地上不是公有的建中 對不對 這些錢應該是 你不要公口裡面還要處理 這樣是一個更是制度性 環境 而且也放棄到 理長 他不用去排到 這麼大的制度 這個 你說這樣 我是 不能接受 因為今天 既然 你 有錢賺 你 有錢賺 去外賺 中心 你就要 讓理長 完全的 受管 我們過去 在管理的 時 這個 你現在 你說的 理長 他不用付那麼大的 這個 這個 可以公開化 透明化 可以去管理啊 那個 其實 這是 那個 完全受管 這是你在說的 其實 我們 就有一個 說 不管透明化 還是怎樣 你今天 這個 副公所 你有銀魚 你有賺錢 你歲 比歲數更多 你也是一樣 用在這個 這個 利賴啊 不是說 真做你 政府的 這種 一個 一個 全補的 一個 經費 有什麼 包括我們是 外賺中心的 處定 如果我們 這個是 這個是 你如果 這樣 我們 用結構論 來講 你今天 本來 我們不用拿錢 出的 東西 本來 我們的 了解 外賺中心 總是 你今天 我們外賺中心 你就要去想辦法 你就要去 結合 你就要去 經營 你就要去 帶動 但是今天 我們這樣 的時候 你今天說 制度 又如何 好 你又說 可以讓這些 理事長 不用派這些 的質疑 你講得又多好聽 你講 縱使你一檔的時候 你就要再 結構 千萬 對不對 局長 你現在一檔要結構多少錢 沒有 這不可以說結構 沒有啦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局長 局長 他們的地方 他休安 是一樣要交水電費 他的收入 也是不夠 我們一樣是給他支持 沒關係 那個局長 當然你這樣 這是 我們政府 你們的一個 作法公法 但是這 如果是說 在一個 市政的經營 或是一個 企業的管理來說 這 我們這樣說的時候 這個就是說 我們常在說 政府 就像 共識一樣 現在 我們台灣的經濟 就是 共識法 因為現在 我們的經濟 就是 市場 empre Spit 會變得不能 對不對 現在中國 好的 你就過期的時候 我就 macht 一些 彈簿 里頭 我幫你贏 所以你就要考慮中國 現在當你不聽喝白話的時候 喝白就把你黏起來 把你抖起來 這樣我們就英文都要靠他假情 要看他的面色 世間哪有這種事情 這個就是說 我們今天一個市場經營管理的理念 我們就要不中生幼 我們就要把這個 這些主員優先的東西 就能把他發揮到極大的一個 一個後果在這裡 但是現在我們就說 多好多多好 多好多多好 那是因為我們政府機関 政府機関你講的 今天是說就一個公司工程 企業經營這種關係 你本來不用拿錢出來 你現在又拿錢出來 結果你聽說多多好 只有這點我們就聽不下去了 當孫茵要怎麼聽下去 本來我們不用拿錢出去的 結果你現在就拿錢出去 局長這樣是這樣 局長 如果說的前提都是說 我們本來就要拿錢出去 不是我們本來就要拿錢 因為那本來就是存在屬實 好 接下來是蔡淑慧議員 質詢時間10分鐘請 謝謝主席 那個局長 仲淑慧先恭喜 5月20號小英要就職 那聽說行政團隊女性的也很少 那你看一看你37區的區長 女性的區長佔了幾位 幾位 七位 所以就將近是六分之一強 差不多嘛 六分之一 五分之一 哪有 我們37區嘛 五區35 差兩個啊 六六三十六 現在要講數學嘛 所以那個局長 當然我想女性或男性擔任區長 像我們男區之前是一個女性區長 但因為她身體的狀況 所以我們後來更換了租動租區長 那女性是不是試任當一個區的區長 來面對那麼多民眾的一個需求 跟那麼多的行程 你個人的看法 我認為現階段 這個台灣女性 在這二三十年的發展裡面 其實台灣的女性的表現是非常的優秀 已經沒有性別之間的差異 那女性其實 就是在先天的條件上 各方面也有她的特質存在 那我覺得每一個位置 都不是因為她的性別 而會有所差異 而是我覺得這個都是回對到 這個個人本身的這個條件 我想女性擔任每個職位 都會有不同的表現 像我們以前當同事的時候 我們台南市議會的女議員 也沒有像現在這麼多 那時候 對比例上就比較多 而且我們台南市議員的女性議員的表現 我覺得也都非常的 所以我現在看到我們安平區 那個賴區長 為什麼你不給她實約生區長 要用代理 她也很認真啊 是因為職等的關係嗎 這個部分我們一定會是做全盤的考量 請議員這個 不是 那個總議員 我是這樣感覺 一個代理跟正式的一個區長的那個職稱職位 其實在她一個她的工作職場的領導統一 是有落差的 是有落差的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我有建議 為什麼我們局長的麥克風要關掉呢 跟議員說明我想代理的部分 也不是因為性別上去考量都不是 而是就他們在位子上的表現 那以賴區長在這個 不管是她擔任主秘 一直到代理區長 其實她的表現大家都看得到 我相信她從東區主秘到 那個我們接種她的那個認真到安平區 去當代理區長 我想這時間考驗應該也夠了 有機會的話 我覺得就不要說因為她是女性 就用一個代理區長 這一點很大特別講 絕對無關性別 絕對無關性別 那我再請教你 我們很多縣市的那個殯葬業 幾乎都是用電子晚年 那就你知道全台灣省有幾個縣市 已經都使用電子晚年 電子晚年 我知道很多縣市 尤其是以六都來看 其實其他有幾都的部分 他們已經都有陸續在推動電子晚年 那我早上也因為貴會的這個議員 也有人在關心這一塊的部分 我有回答 就是我們在 因為我們也看到南區殯儀館的部分 因為時間已經興建了很久 不管是這個禮廳靈堂的部分的設施 其實都已經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我們今年已經有請賓館所做全面性的檢討 希望將硬體的設施可以再升級 那我們會在這個計畫裡面 一併將電子晚年納入 是不是作為考量 局長我覺得要用電子晚年這樣的方式 並不會增加多少的硬體的設備的經費 是說我們是不是要去推 是不是要去推行 我想我們議會在場的57位議員 每個月為了晚年的費用 其實花了也不少錢 我們的局長 我們的市長 事實上也是 那我們的立委都一樣 因為晚年要花了一筆不少的經費 發了經費就算了 現在是這環保 以環保的觀點來看 電子晚年是不是適合 還有就是說我們送了那麼多保留的晚年 白色的婚人還是紅色的 到底他的晚年到最後是何去何醜 燒是嗎 燒在哪裡燒 一般我們的紅色裡面都是對在最後晚晚的時候 做會燒掉 在哪裡燒啊 大部分都應該是對扣子做會來做 你在黑白說 扣子都前一天就燒了 第二天對你那天 在工具場晚年就明明掉在那裡 要怎麼蓋扣子做會燒 所以那個時間點都不對啊 所以那個東西有可能是不是 跟著我們的那個大體做會燒去 還是直接斷掉 所以我是跟局長你講還是說 我覺得就我們先推動我們台南市議會的議員嘛 你們如果有設備我們都用電子碗耶 你環保對環保也好嘛 我感覺這個東西要去做 而不是說假用車 冰葬所應用 他清建那麼多年 所以那個硬體設備不夠 我感覺這是唐塞之詞 還有你剛才提到的扣子 這人家沒有扣子樓耶 他才去那一個環坪沒有過 沒有扣子樓的人燒 買生 風燒也是要這個扣子 要去哪裡燒 要去哪裡燒 這幾個幾頭啦齁 我想整個這個生命的最終的禮儀的部分 我們也希望有一些改進的地方 不是啦 中葉我感覺是這樣啦齁 其實這個都是一環一環相扣的部分 我們齁 我們就是這樣 我們公報不是這樣啦 知道他沒有合法 民間奉索就需要 所以就正義之言 必義之言 南山公報我有一個地 你來燒一次兩千塊 燒燒我幫你處理 我們就是一種方式 是不是一個扣子車 三連車車的就是在那燒扣子 我們也是正義之言 必義之言 人們明明知道他沒有合法 也不應該這樣做 但是我們公家就沒有合法的扣子 就讓他們燒 所以基於無奈 正義之言 必之言 讓非法的人有利可圖嘛 非法的人有利可圖嘛 我說的 我們台南官 殯葬業 殯葬業 殯葬業誰都在做殯葬業業務 你也很心知肚明啊 我從來也沒看到你們取締啊 對不對 我也不看到你們的取締啊 這塊其實我們 就污染防治的部分 我們也有跟環保局那邊做一個連線 不然我請教你啊 你就這種違法經營殯葬業業務 你們一年的那個違法收金多少錢 違規收金多少 收入多少錢 這個可能要請生命事業科查一下看看 因為整個整體因為一年都有不同的類別 不過我跟議員說明一下 其實我們對於殯葬業的這一個部分 我們從這個前年開始 其實我們都陸續在 輔導台南市的殯葬業要來升華 那過去對於台南市的殯葬服務業 跟設施業的部分 都沒有這個評鑑的制度 那我們從前年開始 每兩年會對這些業界的朋友 去做一些評鑑的制度 那我們就是希望透過每兩年的評鑑 逐步的來提升他們的這個 不是 中葉 冰葬業者他們自己要提升他們的素質 對他們的業績 對他們自己的公司的形象都有加分 那個是OK 現在是就我們的冰葬管理所 事實上我們是公不應求嘛 是不是公不應求的狀況之下 我們又沒有辦法合法去蓋一個新的或是什麼狀況 所以現在要蓋也很困難 因為一定會抗議嘛 一定會去做成很大的空間 這是你們的困難點 但是就讓這 因為有這樣的困難點 變成有人的借機會 因為沒辦法嘛 剛才說的公佈門的正義之眼 拼錢讓有一些非法之人有利可圖嘛 啊有利可圖之後 很多業者就是有用看用沒用 才會燙嘛 你現在要取得我 我就說公佈我也在開你才沒有取得他 你要去我踢踢踢屋 你才不會去他滾滾 類似這種狀況就會發生 所以我跟局長拜託你講 我們在我們公部門沒有辦法合法 讓這些需求達到一個平衡點 那你就應該去輔導這個目前在經營的人 是不是能夠讓他們合法化說是 要怎麼樣讓我們所有的 那個往生者的往生的過程 那個工具能夠更莊嚴 更有那個 我是希望你能夠做成這樣 其實議員最後的這一句話 就是我們一直在不斷在努力的部分 那我們也除了局裡面 我們會去討論來做檢討以外 我們也都現在跟兩個台南市的公會 我們都會透過這個溝通的方式 大家一起來做制度上的提示 議長還有一個最後給你建議 因為我們的火戰場 火戰場只有十個爐嘛對不對 所長只有十個爐 所以一天最高 四十個大體可以燒完 除了他說有加班 再給他一分鐘 有加班嘛 所以一區大體要燒兩點鐘嘛 工作八個小時 十個爐就是只有四十個大體可以完成 當天火化完成 這種總控事實上是很大的一個困境 因為好力攻擊的總控 所以有沒有可能 我們還會在新建新的火戰場 讓這樣的一個需求能夠達到 大家也當平衡 像我們好像新以南哪裡 因為路在修理 所以整個都塞為人 台南市 所以這個步行 我覺得你要去思考 未來這個火戰場 你一個搞壞去 這樣要怎麼辦 你應該要有位於籌謀的一個計畫 我分幾個部分 跟議員回覆 第一個 就如同議員所提 真的我們台南市所有的火化爐具 總共加起來 就是這個二十爐具 涵蓋這個流營跟新營跟南區的部分 那其實剛剛 剛好而已 都不可以有聯合的這個 所以也不想說 其實我也要很緊急議會裡面 不想說我們議會可以支持未來 市府提出 讓局長講完 第二個 這是第一個 拜託真的是 這個是我們必然要去面對到 那我們也不會再增加其他的空間 我們就利用現有的這個火化廠的這個空間 來未來有機會的話 可以讓我們再增加 那第二個是 我們現在對於所有的火化爐具 我們有一套定期保養的部分 就如同汽車 這個五千公里 這個送保養一次 一萬東里 兩萬公里大保養 這樣的一個制度 我們現在也把它建立 就是希望說這個爐具 都可以有定期的保養的一個狀況 以上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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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拿出一個問題 我來請教我們新娘區長 我們王公社區 王公社區 從新娘市公所 過去的新娘市公所 去找王公廟管理委員會 來拿到那個建協養地 來去外鄉共森 到這有幾年了 市長多久了 應該差不多十二三年 十二三年 我們過去 新娘市長 丹慶台 是拜託王公廟管理委員會 用那塊塊 來去外鄉共森 給兩個王公社區和台風社區 做會使用 那時候的管理款 是都交給五個單位 王公廟管理委員會 兩個理長 兩個社區 自從合併之後 我們 是不是我們 公所出兵這裡 完全兩行改進 一樓 二樓 三樓 整個都我們會收費 閃廟人放一頂大橋 放幾頂大橋 我們就要叫他参照 閃廟去一個層樓 這樣也不行 我們是不是有管理 跟這裡人家的閃爍 有 有 我跟議員報告 我所知應該不是我們 你目前來看 我們一樓 大門 在 道出兵 交出兵 都要再放橋 因為我也當作民俗 那橋人是廟的高棟 是 對 人家廟人 自有廟人 自有王公 開中姓王廟 王公廟 董捷宮 人家就有兩頂大橋 齁 現在吉他要放的 村庫要放的 你們就不能放這樣 啊 我要說明就是說 並不說跟管說 沒辦法放 因為現在你放也是 目前才有 我是要報告這樣 一樓二樓三樓 現在幾個屬樓館 都你們客桌 我現在用一個簡單的 那個王公廟 有嚇一張純正信案 給你們 要嚇你們 離請這個建局物 建局物是王公廟的 土地是王公廟的 建局物是你們市政府的 齁 如果 王公廟 管理委員會進度大會 管理委員會來開會 他不要讓我們市政府來修容 這樣我們會怎樣 我們是不是都沒有用一個堆積 好好叫廟人 來做一個協調 那骨折 骨折廟人 是經過市長 拜託 說我們地方 要來做一個協調 讓這兩例 可以來修容 讓八星 可以完全來 來融入在那裡 這樣 廟人比較來 來同意 讓我們去那裡做協調 現在後來學兵之後 齁 整個台南市政府 都要插手 做金 都要出土 就要經過你們的同意 要出土 都要經過市政府 那時間比較有這個 合約 但你們不是說合約多久 不然合約 當時撐多久 當時我們要用人的土地 來蓋外庭中心 有什麼合約嗎 怎麼有什麼合約 應該沒有 那人準是沒有 他要讓你有 動議書說他出土地 公家來蓋外庭中心 好 應該不至少 也有一個幾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 後來都沒有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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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秘寮 後來 整個 貴白的部分 的外庭中心 都廟人提供 現在完全開的 都市政府接觸 接觸 對廟人來說 南廟人 說真的 我們台南市政府 完全不太準確 所以 這人都準真信憲 讓你們 比較清楚 沒有回覆 你 副長 你怎麼知道這件事 我真的沒看 我回來了 我了解一下 我希望 你主辦單位 他了解一下 如果人家有準真信憲 我們要人回覆 要人回消息 甚至 也要去廟人 驟人廟方 做協調也OK 應該這沒問題吧 請我來 再進一步 再來協調 你請那麼多 市長 市長 像這個問題 實在說真的 口頭上 我也要拜託過 像這個 我們閣不來市政府 像這個 讓廟人 有一個管理款 因為 是土地人的人 既然說不做我們 土地沒有我們使用 建局 我叫你們貼圖 這樣 我們要怎麼 這樣不是一種方式 是不是 我們要坐下去 叫廟方 大家好好 做一個相向的溝通 好 好不好 因為廟也是地面的公廟 這個土地是廟的財產 一種是願意提供土地來提 這個地上物 給這個地面的人作使用 我想 可以請公所 來跟廟那裡 尽量來交通 大家好好來找出一個最好的方式 絕對有需要 因為當時是他的好意 要來改觀我們社區的問題 做一個外廣中心 他當時有那個小年 現在我們一個合併之後 我們想整個有侵襲到錢的 我們完全都會收到 因為他才有助金嘛 我相信這個部門 你當出都也是要經過人啊 這個部門跟議員 我們都為了錢嘛 佛百姓 台南市政府怎麼說 都在佛百姓在擠你啊 這個社區 因為這種情形大部分 都是社區啊 重點啦 因為這都是早期 有這個歷史的演歌嘛 不過這個部門 我會請工作家 看要怎麼來跟廟宏 還有社會教育的部門 要怎麼找出一個最好的方式 我希望說真的要坐在那裡 叫人講啦 不要說 我們大家形式上 都要在那裡有什麼問題 不是人的啦 我聽到的就是 整個合余 沒什麼沒限期的啦 沒什麼合余啦 沒有什麼 想廟宏洋 沒限期的 那也沒理 家庭的那也沒理 不過我也 第一我們感謝廟的 因為我相信 台湾市很多地方都是一樣 其實是台灣很多鄉頂 都一樣 是這樣 因為我相信感謝廟的 願意把這個土地拿出來 讓我們地方來做宏洋 其實我們也直接拜託廟的 因為其實 有人讓我們蘇洋那麼久啦 因為李民也是信道 你現在就是說已經讓我們蘇洋 那人那麼久了啦 是 因為換一個角度來看 李民也是信道 李民也是信道 另外 也是讓我們合余的自己的信道 去做蘇洋 現在王公社區我還要拿這一項 公司合余是建協物 嗯 警察庁人家想要去圍起來 靠近那警察庁另外一筆土地 因為叫你們協調沒有共識 是 叫你們協調完全都沒有共識 副公司這邊也好 民政局 你們 市政府這邊也好 對我剛才說 他在警察庁另外一筆土地 帶你圍起來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市長我相信我這樣請教你 這樣還可以 因為當時當意的是那個地方 給你 給你去外人中心 前面那些停車場 但是你圍起來這樣可以嗎 我相信 如果有到這樣那邊拍看 就沒有意義了 是啦 因為都是地方 做會公共的這個屬行 所以我一家會請 庫長這裡 有點比較費心的 讓我去教廟的 庫長你要交代下去 是 可以跟家族牌的 不要都吃頭路 用吃頭路的那個屬牌 不會啦 來抓地圍處理這個 這樣好不好 我相信局長在地圍都很願意 說到八就是看著地圍 糟金八千 糟金六千 你收嘛 就為了這些 這可以去討論出一個最好的方式 好 希望說 希望說這旧地了啦 還在這個台會 大家 拜託 啊 來請教我們那個 民眾所齁 剛才我們 法議員有在說這個 這個問題啦 庫長 要說起來 是很單純的東西 一個新娘 民旗館 那些人 大的土地 讓我們看到 是非常大 非常大的土地 不過 很久 我有從未來了解 他做三合一 三合一 的民眾所 三合一的 三合一的 那個 他的民眾福利 哈 在規法 哈 公職 啊 包括修理 剛才三 三的一個 建協物 他幾個 黨三來講 完全不符合 結果現在 我們 為了 為了我們的建議 他現在來 經過 啊 然後他開一條路 那條路 我OK 絕對也沒有意見 因為眾人使用 沒有 那是四檔七 可以開路嗎 四檔七 可以開路嗎 如果我現在 拿出 反對 你看 不用停 所以我 要求局長 那個 比較積極的 那些土地 民意館 集賓 那些土地 趕緊 做過 就是各位 齁 來立任 做民眾福 齁 剛才議員這關心 那個 就是各位 哪裏的這個部分 以外 另外一部分 就是我們也已經 有這半裏 有兩地的部分 我們會選一美尼多 因為現在 做主委 美尼多的 在裡面 當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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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參與之議員 市本委員會的議員 所以 發問 諮詢時間 十分鐘 請 謝謝主席 主席 我看你都不要站起來了 我看你站起來 站那麼久 辛苦 我要請教這個 我們民政局長 中研局長 那個會期 好像市長有答應 就是說 那個永康區公所 如果遷移到這個 泡校的時候 要把永康區公所的整棟的大樓 要給我們原住民來使用 作為我們原住民的這個文化會館 那 後來我就去請教這個 有關的這些人士 就是說這個 永康區公所要簽到這個 這個 泡校 不是很短的時間 那 當時好像是說 今年的年底 或者是明年的年初 我們就可以搬進去 大家都一直充滿著期待這樣子 那 我想可能嗎 因為泡校的遷移 必須是新校區 蓋好之後 那泡校才有辦法遷移到那邊去 那原校區的土地 才有辦法做這個重劃 那 對 這個部分必須要有這些 事程上的配合 局長 那你看應該會花多少時間 因為從畫的部分 第一個 試射到國防部 新校區的興建 已經建了嗎 現在已經開始動工了 動工 對 新校區已經動工 最近建築師才 開始畫好 這個也 也將圖讓大家看了 對 那像有一些聯外道路的部分 據我所知的部分 都已經在開始辦理中 都已經在興建了 很多 這個 比較內行的人士 就是說 在這個 可能 呃 我們局長 升到中 在中央 到中央 以後 還不見得能夠搬 搬進去 齁 所以 我覺得好像 也講得太快了吧 齁 永康區公所 他要簽到這個 泡校 也要 有一段時間來規劃 是不是 還是 直接就可以搬到 愛哪一間 就在哪一間 不可能 對不對 整個校區會重規劃 而不是用 現有的校區建築 所以 而且 未來這個公所要移到 新的這個 泡校的這個園區裡面去 還是 我們的行政區要搬到這個 也要變成是一個新的這個 永康的行政大樓 永康的新的行政大樓 是永康的不是我們市政府的行政大樓 是 都不敢講啦齁 這是 機密啊齁 那 那這麼說的話 就是 這一段時間是不可能 不可能 簽到那邊去嘛 所以 在不可能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是希望 呃 這兩三年內可能 也不會這麼快啊 齁 你要建一個大樓 要 要再搬遷到那邊去 我想 這 這麼短的時間應該是不可能啦齁 那 既然不可能的話呢 我們在扎哈木公園呢 有一個 呃 原住民 周族的一個 精神堡壘 就是 庫巴 是 庫巴在那邊啦 因為它這個 使用的年限 也有一段 是 那個局長你請坐好了 你請坐回答 又提出 那 你不可能 然後 也會不會 那麼 那 霍霧 說 可以 嗯 然後 這個新的這個會館的話 那麼是不是現有的 這個我們這個扎木公園那邊的 庫巴的這個屋頂 稍微跟我們重新整理一下 因為那個經費應該不是很多啦 那在這段時間 也就是那個是我們原住民的精神堡壘 那所以希望說這個部分呢 能夠幫我們處理一下 那上一次的會期呢 我也建議就是說 因為我們那個扎木的這個園區裡面 這個土地 這個園區裡面的這個水會積水 因為這個裡面的這個場域裡面 都是凹凸不平 所以都很容易積水 當時市長呢好像也有交代 公務局那邊還有公園好像是有 有答應就是說要把那邊的土地給他整平 讓這個活動都能夠很順利的進行 也讓那邊的這個 那個保留那邊的景觀啦 但是因為有了這個要建這個永康區公所要遷移的這個消息 傳出來以後好像這個扎木這邊的完全停擺 所有的這個改善工程啊什麼通通都不做了 我問那個民委會的王主委 王主委就說是不想浪費這個錢 那麼這樣說不要浪費這個錢 可是前面做規劃的一個很大筆的錢已經規劃下去 你現在又停擺的話我覺得好像也說不過去 那該整理的該整修的還是要給我們整修啦好不好 這個我把議員關心的這一點 我想也已經在前幾天跟民委會的部分應該也有做過交換意見了嘛 那我回去我跟民委會的主委再來請教一下 那我們再一起來看看是不是可以來協助 我想如果有必要做修繕還是要先去做處理啦 是 好 謝謝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局長應該也知道就是說 這個平埔希臘雅主席一直在打這個官司 那個證明的官司嘛 好像是這個月中就要宣判 那局長你覺得我們的勝算有多少 因為整個訴訟的過程我比較少參與 所以我也比較難研判 不過就過去的一些歷史資料來看 其實我們補充到高等行政法院的資料 我想應該是對證明應該是會比較朝向正面的部分 希望是這樣吧 我們他們也是在爭取這個證明的這個活動 已經都十來年了啦 所以也花的精神也好 這個精力也好 這個都是非常辛苦 我們希望市府這邊也給予協助 其實我也看過公文 類似的公文就是這個中央圓民會的部分 在給我們台南市民委會 也是在公文內容上稱希臘雅主 就這樣子在行政公文書上 某種程度 也默認 也是在認同 也等於是認同 那我們從這個 就我在戶籍的管理上來看 在日治時期的這個戶籍資料來看 確實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就在整個族群歸類上 就是把希臘雅族歸類為這個熟的部分 就是現在的這個平地原住民的部分 所以其實從歷史資料上來看 是有這樣的根據的啦 那局長 你知道目前喔 他們有去登記為 想成為原住民的這個 這個人數上大概有多少 總共登記的部分有1758位 那不是很多 還不是很多 不過這個是我們作為登記住記的部分 那因為之前也從 有做過在縣的這個年代 其實有做過一些整理 那其實實際的 這個到時候 其實因為證明完之後 我想會有另外一波啦 好 希望是 更多人來加入我們這個原住民的 我想對於原住民的認同 是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的啦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要申請這個中低收入 經濟弱勢的這個弱勢付 出審好像是在公所嘛 是不是 那 在公所 那我們民政局這邊 有沒有 有沒有單位在負責這樣 沒有 沒有 那就是說社會局 是是是 那公所這邊呢 公所你們這邊的這個申請 你們要去認定一定有一個門檻嗎 你們這個門檻的這個 基本門檻是什麼 要 誰 誰能夠來回答 我請那個白俄區譚區長好了 因為譚區長以前是 那個 主席 那個 跟議員報告 他有那個 第一標準 那個生活 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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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本生活的 給他聲音 如果 不用 西本 西本 政府 基本 向 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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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低收入戶 我們都有它的一定的要求 而且這個都是依法審核的 因為我們接到這個誠情 有人誠情去說 以前有認定這個它是中低收入 它也領這個中低收入的補助 但是因為它有買 它原來有一部那個20年的車子 車子就已經常常都要修理送修 所以它就去分期付款買了一部車 然後因為要載這個生病的媽媽 還有載三個小孩上學 所以它就買了這個分期付款買的喔 結果因為它買這個 所以它的中低收入付的身份就被取消 那為什麼 那個跟議員報告 這個因素有很多種 像妳剛剛講那個車子的價值是多少 還有它的子女 還有它老婆有沒有工作 這重點也沒有去工作 據我了解 因為它跟我澄情 是老婆沒有工作 老婆身體不好 媽媽生病 她要照顧 爸爸是精神上有一點障礙 有沒有生臟手冊 應該是有 三個小孩 一個讀高中 好 再給議員一分鐘 你 嘿 你副審 副審如果真的有問題我們可以 副審還是送到那個嗎 送到你們區公所嗎 公所審完了有問題可以請社會局來複查 直接到那個區公所 這個個案是在哪一個區公所 南區 是 好 那我這個 我們等一下請區長會後跟議員了解一下個案 我們再來做個案協助好不好 好 謝謝 現在換那個王家正議員 他是我們的委員會的委員 所以十分鐘 那他之後休息十分鐘再繼續 請王議員開始 來 局長 請 今天早上本會這個同仁 對局長是叫做讚許有加是不是 你不知道 你不覺得 沒有 我想是我們貴會的議員 其實對於議題都很深入的去 要做充分的了解 那我們也努力的讓議員來做了解這樣 局長 所以之前的時候 關於局長有可能高升到內閣的傳聞 純屬虛構 確實我也沒有接到任何的徵詢的電話 那民間傳的 不是民間 暴派也罷或者怎麼樣也罷 沸沸揚揚 那最新的傳聞是 局長準備在賴市長到新北去以後 去接賴市長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最近 我想最近台灣的這個政局有一些變化 那台灣的這個服務員 其實非常的這個地下人稠 那也都 那也就如同那天議員詢問市長的一樣 其實我真的也沒有接到任何的徵詢跟那個 那我也跟市長說 其實沒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啦 因為這個本會同仁對局長應該是語重心長啦 就是說至少可預見的短期 這個短期搞不好是兩年 搞不好是半年左右 這個局長應該是跟閉會 還會維持一個互動為市政做最好的圖謀的一個作為才對嘛 應該是這樣嘛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局長 賴市長在520當天 凌晨 是凌晨嘛 半夜就要帶著鄉親 去參加蔡總統的就職大典 重點不在於參加就職大典 賴市長當然該去 局長應該隨行嘛對不對 你應該是隨行的嘛是吧 那天我們本會也沒有會嘛對不對 那我想請教一下 那天我們的同仁有問過了 這六百位我們台南可愛的鄉親 隨同賴市長去參加就職大典 接著去參訪野柳這個風景名勝 會不會去賴市長家的他在萬里 去他家坐一下 不好意思應該坐不下啦 那他們的花銷 能不能讓閉會知道一下以事群疑 因為跟議員說明 因為這個520就職的部分 我不在這六百位以內 所以我不是在這六百位內 所以我也不會在這六百位跟著去 那第二個是這個部分 市長也在媒體的訪問裡面說得很清楚 其實他來到台南 這個從他念醫學院開始 一路都受到台南鄉親很大的支持跟照顧 那也剛好520這樣的一個就職典禮 這個民進黨中央黨部有邀請了台南市 地區的六百位的鄉親要去參加就職典禮 他覺得應該這樣一趟路去 那剛好順帶在這個野柳是一個風景區 大家就去那邊走這樣 我的意思說以我們對您跟 所以我要跟議員說明說 剛剛議員在關心我想經費的部分 那是由台南市黨部去做支付 所以經費的部分是清清楚楚 不會動用公帑 是不會用公務預算 這部分你說了我們當然就信一定是貴黨 民進黨他們有他們的安排 可是局長因為我們的認知 您跟賴市長算是非常好的情誼 今天我們不解的是說這麼多年賴清德市長一路重振 他重振有超過20年了嗎 差不多 差不多 怎麼過去的時候沒有聽到說要帶著鄉親 到新北他的家鄉去走走去世家一下 現在要去啊 就讓我們覺得是不是局長 你很快就要接賴市長 因為他至少要一年之前就要請辭嘛 半年好了 那你們都在做接班的安排準備 在打算這個打算那個 那不是這樣 局長 我想市長也在這個也都有說明過 其實我想市長的任期還有兩年多的時間 那這個現階段不管市長也好我也好 都在我們自己的本位上會來做應該要努力的工作 那其實沒有那麼多的想法啦 其實之後這一次帶著這個600位的鄉親 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北上 那是也剛剛好有這樣的機會啦 有這樣的機緣 阿炳啊做總統的時候應該賴市長那時候賴立委 當然也是參議員 沒有 那時候去還要再帶回來 所以那時候其實也沒有 我印象中那兩次的就職典禮並沒有那麼廣大的邀請 而且剛好沒有這樣子把 因為這一次做這個總統府有做這樣的一個 擴大的邀請的這樣狀況 那台南市也有幸邀請了600位的鄉親 才會有這樣的一個 因為一趟車子上去了也那麼早去 所以就也讓大家去到野柳附近走一走這樣子 哪裡不去要去他的萬里家鄉 野柳跟萬里就是旁邊而已 所以市長也有說明說感謝鄉親 好 局長 這樣子問你是我們都認知上來講 您跟市長的關係是非常好的 這個同事的情誼也罷 長久的革命感情也罷 所以我們才會樂意看到我們的局長 也許有機會出現接賴清德市長留下來 這個大台南直下市長的一個位置 但是賴市長講得非常清楚 包括對幾個民進黨立法委員 我還有兩年多 你們各位大立委麻煩把你們該做的事做好 同樣的道理寄望我們陳局長 今天您的角色就是把你現在民政局長的位置 把它做好 現在流行講做好 下面要講做滿 大概做不滿啦 可是至少要做好 是不是 那我就要請教一下局長 我們台南市 關於老人議題 關於所謂的不聲議題這一塊 您早上跟我做了一些說明 我想要知道 我們這個所謂的理活動中心 社區發展協會 怎麼樣在民政局的大力支持之下 能夠變成關懷據點 把社區發展協會或者理活動中心 做一個最佳利用 而不是像貴黨的議員也在講 長年的就只是一些不夠讓我們滿意的那種吃喝的活動而已 局長這一部分你們有什麼樣子的願景 或者有什麼樣的積極的作為呢 是跟議員說明我覺得不管是台南或是台灣其他的縣市 未來我們要對於這個長照的部分的議題 或是幼兒新生的議題其實都是應該我們要共同關注的部分 那我們這幾年其實就台南市的部分 我們在理活動中心有344座 社區活動中心有161座 那綜合這些活動中心的部分 其實我們總共有34區 有221間的活動中心有設置關懷據點 那這些關懷據點其實除了做關懷老人家的事以外 那也除了這些關懷據點以外 有一些活動中心他們社區的志工 也會去規劃做老人送餐 或是老人共餐的部分 那舉幾個例像望明社區 獄景的望明社區他們就有做共餐的這個服務 像後幣的這個 後幣有一個理 他其實就透過活動中心 讓這個理民的部分共同往這個地方來向心 所以他們也去做了這個產業的部分的 共同的這個核心的處理 所以這些都是可以讓我們的老人家 其實在除了平常時代的送餐 也可以聚在一起這樣子 局長 現在一個所謂的關懷據點 不只是說你們拿到會裡來告訴我們 我們做了幾百座關懷據點了 重點是說像我的工作夥伴去觀察去了解的時候 絕大多數仍然沒有發揮他所謂關懷兩制的一個功能 那我們知道老人家當然吃食這一部分 但是最重要的老人就是覺得這個來日可能無多 然後情感面向來講就是越來越失去的這種心理層次的照顧 那我們今天說盼望因為民政局應該是對做這個案子 你們跟社會局應該是主要兩個重要的局勢嘛 做這個社區關懷的部分嘛 我的意思是說你們舉出來的是一個數字 數字很冰冷 我們希望看到的你們有沒有類似有一些理 他們在里長或者社區發展協會 長年的盡心盡力之下已經可以隨時我們去查查的時候 我們去這個縣刊 那局長講完 跟議員說明其實在這一塊我們台南市非常多的區跟里 都有這樣子非常溫暖的部分 那譬如我剛剛要提的是後逼的施安社區 那這些其實我不只是我剛剛提到的這幾個地方 其實在台南市我們非常多的里 其實都已經把這個部分做到非常好 但是我們希望更當然能更大的擴大 那第二個是我剛剛要再提到一個點 其實我們也希望 因為這幾年我們也不斷跟里長溝通 其實未來這個老人居家的部分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是社區化的精神 那我們很希望有一些活動中心 其實也希望地方的這個民眾 大家一起來支持 做我們稱他為老人托育也好 就是讓他有一個可以休息的地方 大家在一起的地方 也可以讓他的子女可以安心的地方 那在這幾年其實我們在推動的過程 我們也確實遇到地方有一些阻力 但是我們也跟我們所有的區長鼓勵 這個一定要去溝通 一定要讓他們知道說這個重要性 那我們往這個社區化來走 是 給一眼一分鐘 謝謝 謝謝主席 我相信局裡是樂意看到關懷據點 他不只是說多一個數字 而能夠確定的執行到關照老人 給老人溫暖 讓老人覺得這是自己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可以終老的一個好所在嘛 那你們應該要樂意去成就 每一個禮或者活動中心 都可以做一個關懷據點 甚至一般人願意做關懷據點的話 你們也應該樂意支持嘛對不對 因為你 這個一定是我們共同的目標啦 我們也鼓勵要去做的一件事 OK 好 那如果有這樣子的機會 要請局裡要認真的協助推展嘛 好不好 好 謝謝局長 好 休息10分鐘再繼續 好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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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 感谢观看 其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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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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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 对一些 感谢观看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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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